耶稣爱我万不错 宁有神书告诉我 请的小朋友 主内平安 那天出门上学之前 或者外出去游玩之前 你认为应该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祷告 为路途的平安 所做的事情和需要向主求恩 圣经旧约以色拉记七到八章 记载了以色拉带领百姓齐来祷告 让我们来看看 在他们要走很远 有危险的路程之前 以色拉是如何恳求主的恩典的 很久很久以前 以色列人的国家被敌人占领 耶路撒冷城被毁坏 很多以色列人也被迫离开了家乡 被带到很远的地方 就是巴比伦 过了很多年以后 照着上帝应许的话 有一个新的波斯国王 让他们回到家乡 有一个人名叫以色拉 他的名字就是帮助的意思 他是上帝的祭司 也是一个教导上帝话语的老师 虽然他被录到了别的国家 不能在圣殿里侍奉天赋 但他仍然很看重上帝的话语 并认真查考和遵行 并且将上帝的话语 教导以色列人 感谢上帝施恩的手的帮助 亚达薛西王允许以色拉的请求 下达命令 让他们回到家乡 上帝的圣殿中 敬拜上帝 于是许多愿意的人 计划从波斯国回到耶路撒冷 亲父感动国王的心 还赐给他们很多的东西 小朋友请你猜一猜是什么呢 哦 是许多的金子银子 上帝殿中需要的贵重的器皿 像圣殿献礼的礼物 和所需要的食物 都一同带去 国王又特别吩咐以色拉 让他管理以色列的百姓 使他们明白上帝的律法 归向天父 以色拉赞美天父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感动王的心 修饰耶路撒冷的圣殿 也让我在人的命前蒙恩 出发前的三天 以色拉就把那些愿意跟从他回家乡的人 召集在一起 并预备好一切的物品和食物 众人都十分兴奋 盼望着出发 可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们需要做的 小朋友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以色拉 以色拉吩咐众人说 让我们花时间进食祷告 恳求天父使我们和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是的 他们当中有很多妇女和孩子 又有这些钱财和贵重的物品 路上会有强盗或者以色列的敌人来攻击他们 真是十分危险啊 以色拉又说 我本来可以求国王派士兵一路保护我们 但我知道我们神施恩的时候 必帮助寻求他的人 他的大能必攻击一切的敌人 于是众人便不吃不喝 一起同心恳求天父保守他们一路平安 又叫这地的人知道 天父必看顾那些爱他的人 他们不停地祷告 满心相信天父必垂听他们的恳求 最后他们从巴比伦出发 走了四个月的路程 终于到了耶路撒冷 一路上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也没有失去任何的东西 大山可以破坏 小山可以牵引 但主的治安 又不离开你 以色拉将荣耀归于天主 这事记录在圣经里说 我们神的手保护我们 救我们脱离仇敌和强盗的手 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一节说 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是的 一切都在天父的手中 以色拉在所做的一切事上 祷告恳求天父的恩典 他所赐给的超过所想和所求的 真是充足有余 天父又保守他们 在危险的路途中 经历他奇妙的平安 小朋友 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爸爸 他的眼目时刻看顾着我们 他的耳朵乐意垂听我们的恳求 他施恩大能的手 随时帮助我们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一定要记得像以色拉那样 来到天父的面前 把我们的大大小小的需求告诉他 他的恩惠 慈爱和平安 必与我们同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